27岁那年 人生的磨难 找上了他 死后 理矿欲下 47岁 他的听力完全丧失 这对于身为作曲家的他 无疑是命运向他宣判的死刑 然而 纵使他已经完全听不见 为什么却还能 一次又一次 瞧着他再也听不到 任何声响的情见 继续谱曲 那是因他顽强的意志力 不止息的驱动 听 贝多芬那饱受磨难 灵魂的低俗 贝多芬晚期 心灵之歌 第31号 钢琴奏鸣曲